洛西议会的机场委员会上个月通过一个非独占性协议 允许智慧手机轿车服务公司也能够申请许可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载客 但因为这项计划存在漏洞 可能会伤及乘客权益 因此洛西议会决定暂缓规划进行审查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智慧手机轿车服务车辆可以载客进入机场 但不能够和汽车车或机场接送箱行车一样 在机场等待接客 因为担心智慧手机轿车服务公司 没有足够的汽车保险保障乘客 也没有辅助残障人士的配备 此外 市议员也担心智慧手机轿车服务的驾驶 没有接受详细的背景调查 之前就曾被踢爆 被LAX机场警察开单的Uber驾驶 有四人有犯罪前科 其中包括骚扰 身份盗窃 剥削孩童以及救驾 他们因无法通过汽车车驾驶申请 因此开Uber载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